超市内一名男子正挟持人质 女警提议让歹徒放了女孩 换自己给他当人质 可男人也不傻啊 不断叫嚣着让警察退后 见男人要伤害女孩 女警冉冬冬果断开枪 三枪击毙歹徒 作为一个老刑警 冉冬冬也是第一次枪击真人 他虽看上去平静 可回家后却用睡觉来逃避 这时丈夫穆达夫回来 他被丈夫的奇怪举动给吵醒 他好奇丈夫为何大半夜洗衣服 他说跟朋友喝酒被吐了一声 冉冬冬本想继续追问 可这时丈夫劝他看起了视频 正是自己今晚开枪击毙歹徒的视频 部分网友谴责他不该补后面两枪 丈夫也很好奇他为什么要补那两枪 见冉冬冬不安 丈夫把他搂在怀里轻声安慰 可这些质疑还是让冉冬冬感到不悦 网友们认为第一枪命中后 歹徒就已经失去了威胁 不应该再补枪 丈夫对此也表示赞同 全然不顾冉冬冬死时的心情 夫妻二人因此发生不愉快 而第二天却发生一起案件 一名女性在被袭击后 脑后落入水中溺亡 而且右手被砍掉 阮冬冬带着助手少天伟等人展开调查 因为凶残程度引发市民的关注 阮冬冬也被赶压力 作为阮冬冬的师父 王局长也只能安抚好阮冬冬 在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下 被害人的身份终被确定 名为夏冰青的女人没有按时交房费 房东在新闻上认出 被害人很可能是夏冰青 阮冬冬和少天伟便带人前来确认 在现场寻找证据的时候 阮冬冬发现一本特殊的书 是名为徐山川的男人送给夏冰青的 很快阮冬冬和少天伟按照线索 找到夏冰青的父母家了 还不知情的夫妻二人得知噩耗 不愿接受这样残忍的事实 然而打不通的电话 已经是变相的正某了 二人只能来到警局辨认尸体 噩耗这次被确认 阮冬冬只能对两人展开询问 两人只说年初夏冰青回家时 并没有什么异常 在问及夏冰青与什么人交往时 亲母言辞闪烁 只说夏冰青并没有什么朋友 两人也一直认为夏冰青去北京 在一个疗养中心做护理工作 当年因为夏夫撞了人 并且选择了私人 因此一直被对方荡成钱贷款 而为了让冰青尽快工作赚钱 夏夫夏母私自更改了冰青的高考志愿 让冰青不得不去学习护理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冰青 已经无力改变什么了 毕竟那一家人就像吸血鬼一样 一直盯着下架 甚至在冰青上班后 还威胁冰青嫁给自己不学无数的儿子 这让冰青忍无可忍 便给了父母两个选择 要么自己直接嫁给那个人 要么就辞职到北京赚钱还债 父母谬不过下冰青 只能同意冰青去面试 得不到有用的线索 冉东东又开始调查冰青当天的伙计 发现当天近傍晚时 冰青坐出租车独自来到连湖大酒店 在落地窗边坐了一个多小时 期间不仅左顾右盼 还时常看手机 明显是在等人 没等到人后在天黑时离开 并向湖边走去 随后在监控中消失 直到遇害只有45分钟时间 而细心的少天伟却在酒店的监控中发现 在夏冰青张望的方向中 居然有穆达夫的身影 而穆达夫也独自向夏冰青的方向张望 这让冉东东很吃惊 冉东东决定自己回家时问问穆达夫 随后冉东东又带警犬 沿着当时夏冰青的路线寻找线索 只是并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 冉东东只能凭感觉 锁定了夏冰青可能遇害的湖边 被人从背后用锤子突袭坠毁 又被凶手顺着湖水 游了近三公里距离后才离开 而这期间必然要借用到一些工具 而阮东东则反复查看监控 发现穆达夫在夏冰青离开四分钟后 也离开了莲湖酒店 少天伟碍于纪律 希望阮东东能够回避 阮东东虽然觉得 穆达夫不愧是凶手 但也回忆了案发当晚 正是自己击毙绑匪内马 而穆达夫当晚的行为 确实存在异常 不仅半夜才回家 还直接洗了自己的仓库 只能同意少天母亲去询问穆达夫 那么凶手会是穆达夫吗 眼前这个名为徐山川的男人 被女警阮东东列为凶杀案的嫌疑人 被害人夏冰青在湖边被人从后面 用锤子袭击落入湖中后 又被凶手在水中 借助某些工具拖行了三公里 右手也处于失踪状态 而根据夏冰青在酒店的监控中发现 阮东东的丈夫穆达夫 很可能与夏冰青认识 阮东东只能避险 安排助手少天伟询问穆达夫 但看着夏冰青的照片 穆达夫很快就否认自己不认识他 在少天伟道出 夏冰青与穆达夫 在同一时间出现在连湖酒店中时 穆达夫才有了一点印象 对此穆达夫只说自己在那里等 在夏冰青离开后四分钟 自己也跟着离开 只是巧合 离开后就去找那位朋友 但对于这位朋友的身份 穆达夫一直避而不谈 少天伟只能继续追问 为什么女夏冰青前后脚离开 离开后见了神 为什么半夜才回家 回家后为什么第一时间洗裤子 穆达夫沉默 而另一边的阮东东也没闲着 找到了夏冰青工作的康复中心老板 也就是送下冰青术的徐山川 对于案发当晚的时间线 徐山川解释得很清楚 也有有力的监控证明 对于自己与夏冰青之间的关系 徐山川吞吞吐吐地承认是自己的情人 而且对于夏冰青的被害 仿佛并不是很伤心 直说案发当天夏冰青约了自己 只是自己在家陪老婆孩子 并没有去赴约 而且夏冰青的心情不好 总是闹着自杀 认为他是在闹小情绪 自己就有意绑着他 在冉东东的一再追问下 徐山川坦言自己已经两个月没见他 甚至已经提出了分手 这也是夏冰青情绪不好的原因 徐山川打算用时间来抚养 在看到夏冰青被害后的照片 徐山川的情绪看起来很激动 而在看到自己送给夏冰青的书时 徐山川才心虚地解释 那是用来暗示夏冰青做自己情人所用 两人是在三年前认识的 当时夏冰青来应聘 徐山川是负责招聘 看到夏冰青带着行李箱应聘 这一点很吸引徐山川 夏冰青认为应聘成功后 要跟着公司到北京去工作 自己有自信够应聘成功 可随后徐山川就提出 要看夏冰青的行李箱 即便夏冰青很不情愿 但为了能够去北京工作 夏冰青只能照做 徐山川更是得寸进尺地翻了行李箱 在夏冰青提出这样的行为很不礼貌后 徐山川才止住 然而最后的结果是 夏冰青并没有通过面试 在所有应聘的都离开后 夏冰青想要找徐山川 得知徐山川离开后 又根据徐山川秘书的提示 来到会所找到徐山川 想要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被录取 而徐山川给出的理由是 夏冰青太骄傲 于是夏冰青在脱掉外衣 直接坐在了徐山川的腿上 以此证明自己并不骄傲 对于这样的解释 冉冬冬并不是很相信 徐山川只说自己虽然动心 但还是推开了夏冰青 并且把夏冰青轰了出去 但冉冬冬知道徐山川在说谎 因为根据调查 夏冰青当时在包间待了三个小时 徐山川又改口称夏冰青 在被轰出去后 又再次折返回来 至于回来后两人在里面做了什么 徐山川却说 夏冰青想在自己这里走捷径 自己一直在很正经地劝说夏冰青 最终还是在冉冬冬的追问下 徐山川才道出 自己在那天就与夏冰青发生了关系 而且是夏冰青执意勾引他 自己只是没忍住 而对于这样的解释 冉冬冬很是看不起 想要继续询问时 徐山川开始闭口不谈 冉冬冬就一直学徐山川的动作 以此击溃徐山川的心灵 让询问能够正常开始 徐山川坦言夏冰青得寸进尺 想要嫁给自己 自己是想答应的 但是自己的婚姻 自己没办法做主 可夏冰青固执地想要嫁给自己 这让徐山川很迷茫 甚至用自杀来威胁自己 而且也不止一次地付诸过行动 徐山川也越来越不以为然 而阮冬冬却知道 夏冰青在做情人的事件 已经悄悄爱上了这个渣男 那么徐山川会因此除掉夏冰青吗 邵天伟对穆达夫的追问又如何 面对丈夫在外有情人的是妻子沈小英 却没有任何意外 这样佛系的表现让阮冬冬很意外 调查完穆达夫的邵天伟 向阮冬冬汇报自己的成果 穆达夫在酒店离开后 去医院急诊看父亲 不小心将座椅上的血沾染到了裤子上 所以才会半夜回家就洗裤子 有医院监控为证 但是在离开酒店到回家的时间中 穆达夫必然还有其他事 而邵天伟已经问清楚 但是却选择帮穆达夫隐瞒 只说明穆达夫不会是凶手 这让阮冬冬很意外 邵天伟为什么帮穆达夫隐瞒了 阮冬冬一再追问都没有见 只能放弃 不过在与穆达夫去看公公时 却得知公公之所以住院 是因为被骗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还欠下了二十万的外债才急出了病 如今穆达夫已经帮父亲还上了外债 但对于这件事阮冬冬并不知情 穆达夫的隐瞒 还有那二十万的来历 让阮冬冬心有怀疑 穆达夫只能跟阮冬冬实话实说 在父亲被骗并住院后 穆达夫想跟朋友借钱给父亲还债 但几个电话后都没能如愿 此时女作家被珍打了电话 称自己过来春 猜想约穆达夫吃个饭 而这个女作家是穆达夫在网上认识的 自己作为一个文学教授 经常评论被珍的作品 这次在得知穆达夫的难处后 就自己借钱给穆达夫印记 于是两人约定在莲湖大酒店见面 只是穆达夫并没有等到人 也联系不上被珍 穆达夫只能失望离开 却在离开后接到被珍电话 因为路上堵车又把手机落下 还没能按时赴约 随后两人在医院见面 为了感谢被珍的帮忙 穆达夫请被珍吃了饭 而且还喝了点酒 怕冬冬误会才让少天尾帮忙隐瞒 对于这样的解释 冬冬冬选择了相信 并拿出二十万让穆达夫还给被珍 穆达夫也没有多说什么 天亮后 冬冬冬约见了徐山川的妻子沈小云 得知徐山川在外至少有三个情人时 沈小云却一点也不意外 甚至在得知下冰青被害 徐山川是嫌疑人时 沈小云都没有什么感觉 对于沈小云来说 与徐山川结婚的八年时间里 徐山川对自己几乎无微不至 这样的好 让沈小云可以忍受徐山川的背叛 自己与徐山川之间已经没有爱的存在 即便自己阻拦徐山川背叛 也不可能拦得住 所以在徐山川几乎对自己摆一摆顺的情况下 沈小云仿佛并不在乎徐山川的背叛 但冬冬却不太认可 直到如今有动机的徐山川和沈小云 包括穆达夫都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但除穆达夫外都是有作案动机的 没有更多的证据 冬冬冬只能继续监视徐山川夫妻 随后冬冬冬又找到徐山川的秘书 不仅是曾经陪着徐山川 一起面试夏冰青的人 也是徐山川曾经的情人之一 从秘书这里得知 当初面试结束后 徐山川与夏冰青在包厢的三个小时中 自己只听到了音乐声 隐约间好像还有女人的哭声 从包间出来后的徐山川 还为夏冰青拿行李开车门等 但夏冰青只是自己离开了 只是当时夏冰青的表情并没有看清 这些线索让冬冬若有所思 当时在包间的三小时 应该并不像徐山川说的那样 是夏冰青勾引了徐山川 很可能是徐山川强硬地得到了夏冰青 事后用钱或者结婚的承诺 让夏冰青选择了隐瞒 只是这一切还没有证据 这让冉冬冬很有压力 回到家后更是心烦 很排斥穆达夫对自己的亲近 不仅是案件进行的不顺利 还因为这件案子 发现穆达夫对自己有隐瞒 甚至有欺骗 因为自己在莲湖大酒店 查到了穆达夫在上个月 和上上个月的20号都有定房记 这让穆达夫有些心慌 只说是约了同事完牌 在冉冬冬说出 那位同事当时不在本事时 穆达夫又换了人 冉冬冬再次戳破穆达夫的谎言 并不是冉冬冬调查他的同事 而是从朋友圈等生活痕迹中分析出来 穆达夫的一再隐瞒欺骗 让冉冬冬伤透了心 穆达夫终究没有说实话 冉冬冬只能选择冷战 将心思全部投入案件中 而很快案件就有了新进展 即便女儿被害父母仍有隐瞒 只因他们的女儿夏冰青 做了渣男徐深川的情 人在夏冰青被害案陷入僵局的时候 懒冬冬只能重新展开调查 而夏父夏母便是突破口 着重让夫妻二人回忆一下 夏冰青面试当晚回家后 有没有什么异常举动 父母只说夏冰青因为面试成功 在房间哭了一天一夜 冉冬冬也看出夫妻二人有所隐瞒 在追问之下 夏父拿出夏冰青留下的纸条 称自己没有成为他们想要的女人 如果自己出事就找徐山川 这样的隐瞒让冬冬很气愤 很影响破案进度 而他们之所以隐瞒 只是女儿给自己丢了脸 随后夫妻才实话实说 年初夏冰青回来时 情绪并不是很高 在去墓地给亲人送花时 夏冰青坦言自己爱上了有夫之夫 这让夏夫非常愤怒 要求夏冰青必须断了关系 可夏冰青已经陷了进去 妇女二人产生激烈争吵 毕竟夏冰青是为了帮父亲还债 才不得不成为徐山川的情人 可如金债还完了 夏夫却斥责夏冰青的堕落 情急之下不仅斥责夏冰青不要脸 还打了夏冰青一巴掌 夏冰青自此再没有回来过 对此夏夫也很后悔 可他们的隐瞒让凶手有了更多事件 而很快又出现新证据 灵狐酒店的湖边丢失的两个救生圈 在夏冰青尸体的更下游被发现 虽然已经被湖水冲刷而没留下证据 但冉冉冉推测 凶手当时就是用救生圈来运送尸体 为了尽快寻找新线索 冉冬冬一直在加班 穆达夫却让冉冬冬到莲湖大酒店 疑心大起的冉冬冬 甚至以为是穆达夫发错短信 无论是赴约还是桌奸 都让阮冬冬来到了莲湖酒店 却有惊无险地发现 穆达夫只是在做按摩 这也是穆达夫给阮冬冬的解释 那两次阮冬冬不知道的定房记录 只是来这里按摩放松的 怕阮冬冬胡思乱想 猜你们 甚至说这样的解释 阮冬冬半信半疑 但更多的是认为 穆达夫在这里并不是正经的按摩 冉冬冬的一再怀疑 让穆达夫几乎无法忍受 也可能是一种心虚的表现 两人再次不欢而散 回到家后 冉冬冬给穆达夫送水 穆达夫因写评论并没有接 这让冉冬冬再起苗头 这是穆达夫第一次不接自己杯子 因为在给贝珍写评论 堪比文章的长篇大论 穆达夫日积月累的改变 让身为刑警的冉冬冬不得不怀疑 穆达夫很多细节上的改变 仿佛都在变相地证明 穆达夫有了外语 而冉冬冬一而再再而三地试探 让穆达夫很疲惫 其中是否有心虚的成分 只有穆达夫自己清楚 但在冉冬冬看来 穆达夫心虚的成分更多 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劣 甚至已经开始思考 当初两人是为什么结婚 两人也都开始了回忆 曾经作为冉夫很出色的学生 穆达夫很容易就吸引了冉冬冬 冉冬冬的热情 和对文学的独到见解 也让穆达夫爱上了眼前的女孩 两人的婚后生活也非常甜蜜 穆达夫对冉冬冬没有任何隐瞒 即便有女学生给自己发暗示短信 穆达夫都会告诉阮冬冬 出现想插足的第三者 穆达夫也交给阮冬冬来处理 曾经的穆达夫对阮冬冬没有隐瞒欺骗 可如今一而再再而三地谎言 让阮冬冬开始心慌 那个深爱自己的丈夫已经变了 但在穆达夫看来 阮冬冬的职业病太严重 疑心病随时随地会爆发 在穆达夫心里 各伯和犀利已经成为阮冬冬的标签 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 阮冬冬的火眼金睛 让穆达夫一丝一毫的隐瞒 都无所遁形 甚至会被阮冬冬无限放大 但阮冬冬的职业习惯 让阮冬冬只想追求真相 只要穆达夫没有说实话 两人的矛盾就不会解决 而夏冰青的案件也有了新线索 另一个嫌疑人吴文超出现 是夏冰青出租屋楼下 一个做广告策划的小老板 阮冬冬和少天伟前来了解情况 很明显吴文超与夏冰青关系不一般 而两人相识的场景 也注定两人关系不会平常 喝多了的夏冰青在行酒后 将吴文超荡成了恶人 还好有监控为证 两人相识在两年前的一个大雨之夜 喝多了的夏冰青在下了出租车后 亮亮腔腔地想要上楼回家 但连伞都已经拿不住 正在做广告策划的吴文超 拿着伞出来帮忙 不知夏冰青住在哪个屋 便将神志不清的夏冰青带到工作室 煮了杯咖啡想让夏冰青醒酒 吴文超一直小心翼翼 想问出夏冰青的门牌号 将人送回家 可夏冰青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只能让夏冰青独自醒酒 当夏冰青在半夜醒来后 没打招呼就回了楼上的出租屋 听到声音醒来的吴文超 他以为一切都是梦 吴文超不断地回 抑着耳软东东也在询问有用的信息 在那次的相识之后 夏冰青再次出现已是一个月之后 同样是醉酒状态 让吴文超给主力杯咖啡 这次同样一句话没说 而从这次之后的每半个月左右 醉酒的夏冰青都会来一次 而吴文超也从那次以后都在工作室 煮仿佛就是为了等夏冰青的到来 直到有一天 几乎醉得不认人的夏冰青 一步三晃地走进工作室 在要了一杯咖啡后主动开始说话 想要吴文超给自己一个拥抱 吴文超只是老实地拥抱了一下空气 夏冰青又开始说醉话 还提到了沈小明 随后迷迷糊糊地脱掉自己的衣服 倒在了后面的沙发上 在醒来时已经快天亮 发现自己衣服被脱掉时 夏冰青便以为是吴文超所为 在发现自己腰带也不见后 更认为是吴文超对自己做了什么 想直接打电话报警 还好有监控阻止了夏冰青 而在看到监控后 看到是自己脱了衣服还耍了酒疯 而吴文超只是给自己盖上衣服 夏冰青因此道了歉 吴文超却想要知道沈小明是谁 夏冰青却以自己不来喝咖啡 来威胁吴文超 不要问不该问 在夏冰青看来 吴文超是一个难得的好人 慢慢地开始和吴文超倾诉 听到这里的冉冬冬知道 接下来会有更重要的内容 因为夏冰青告诉吴文超 自己被人强奸了 那一天两人边喝咖啡边听音乐 夏冰青却在听到某一首歌时 产生了强烈的反应 随后开始说起了那段屈辱 曾经因为这首歌症 是自己面试那天 在徐山川的会所包间中 一直播放的歌曲 也是在那首歌之下 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原来那天夏冰青 再见到徐山川后 还想尽力为自己争取这份工作 但徐山川却改口 想招聘自己的助理 夏冰青自然不想错过离开的机会 即便与自己的专业不对口 也可以跟着徐山川学 徐山川便让夏冰青脱了外套 并陪自己喝酒 夏冰青深知徐山川的目的 转身就准备离开 可出了包间后却犹豫了 在那首歌的呼唤下 夏冰青终究是回了包间 徐山川仿佛知道这样的结果 开始一步步地引诱夏冰青喝酒 就在那首歌曲之下 徐山川慢慢将夏冰青灌醉 并做出自己预谋好的事 清醒后的夏冰青 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只想报警还自己公道 徐山川也岂会置之不理 开始各种哄骗夏冰青 称自己是真的喜欢他 才没控制住 而且夏冰青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自己是被迫的 报警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反之徐山川会帮夏冰青解决麻烦 尤其是家里的债务 能够得到他所有想要的一切 而在离开会所的夏冰青 还是直接来到了警局 徐山川却及时拦住了他 想要和夏冰青再好好谈谈 所以夏冰青找机会打开手机录音 徐山川撵走了自己的司机 两人在车上开始谈话 夏冰青引诱徐山川 亲口说出自己是被迫的 徐山川又开始各种诱惑夏冰青 终究夏冰青没有报警 回到家后只能不停地哭泣 还要面对父母因为钱不停地挣 在这种情况的刺激下 夏冰青终究给徐山川发去了卡号 紧接着就是负账信息 走出第一步的夏冰青 再没有任何犹豫 在父母出去上班后 带着家里的一把水果刀 跟着来接自己的徐山川就走 而不知情地吓唬吓唬 只以为夏冰青是去北京工作 而实际上夏冰青却跟着徐山川 来到徐山川为自己布置好的出租屋 开始了自己的不归路 见不得光的小三居然敢与袁佩叫板 而这种情况对袁佩沈小英来说并不陌生 只因她的丈夫徐山川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渣男 在三年前的一场面试中 雨孩夏冰青被面试官徐山川强奸 事后为了掩盖事实 徐山川不仅帮夏冰青家里还清债务 还让夏冰青成为自己长期的情人 虽然夏冰青不是很情愿 但为了帮父亲还债 终究还是选择了不归路 细心的徐山川尽量为夏冰青安排好一切 以此来安抚住夏冰青 而夏冰青也放下戒心 并没有用从家里带来的武器 做出什么傻事 而这些都是夏冰青的邻居 同时也是夏冰青的好友吴文超的回应 因此阮东东可以肯定徐山川说了谎 但眼前的吴文超 虽然与夏冰青无话不谈 却没有见过徐山川 连名字都不知道 自己只是作为一个倾听者 对此阮东东是怀疑态度 不过从吴文超的话语间可以得知 夏冰青因为与徐山川之间的关系 经常痛苦地买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痛苦在慢慢减少 两人之间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 夏冰青买醉的次数越来越少 但是见不得光的情人身份 还是让夏冰青有苦难言 一面恨他又一面爱着他 这样的感情几乎无时无刻地折磨着他 吴文超也试图让夏冰青放下 可对夏冰青来说已经难了 只能在原地痛苦地挣扎 甚至夏冰青还提出过结婚 但徐山川一直以老婆沈小莹为借口 于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折磨 夏冰青打扮艳丽地出现在吴 文超面前让吴文超给自己撞倒 陪自己去见徐山川的老婆沈小龙 看到沈小莹送了孩子以后 夏冰青鼓起勇气上了沈小莹的车 对于夏冰青的到来 沈小莹仿佛并不例外 即便听到夏冰青是自己老公的情人 沈小莹仿佛也不生气 也坦白告诉夏冰青 徐山川的情人并不止他一个 夏冰青不愿承认 却话里话外地劝沈小莹主动离婚 但不愿离婚的到底是谁 已经无法追究了 毕竟两个人都遇到了同一个渣男 对于沈小莹来说 到底是否离婚对自己没有影响 甚至还劝夏冰青安分一点 从徐山川这里得到钱 都是不可能的 而沈小莹也直接点出 夏冰青或许并不是真的想与徐山川结婚 毕竟对于徐山川的不忠贞 夏冰青是心知肚明的 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折腾徐山川 而是想折腾自己 当初的夏冰青必定也是半推半就 如今这样做只是给自己一个安慰而已 沈小莹的透彻让夏冰青无话可说 即便夏冰青自己有证据 可以证明徐山川是强奸 沈小莹也不为所动 还为夏冰青提建议 不要关注徐山川的婚姻 而是应该抓住徐山川的钱袋子 也不要将自己打扮这样成熟艳丽 徐山川更喜欢青春活泼的 一通对话下来 夏冰青几乎完败给沈小莹 只能狼狈地与吴文超离开 回去后夏冰青将自己 与沈小莹对话的录音给吴文超听 听到这里的冉冬冬 在乎的是夏冰青所说的证据 吴文超是否能够确认 但吴文超也只是听夏冰青说过 并没有真实地见过 这让冉冬冬有点失望 夏冰青曾拿钱让吴文超做结婚策划 自己并没有接受 而吴文超所说的这些都只是谈话内容 并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 这让冉冬冬有一些失望 不过却可以认定沈小莹在说谎 在第一次的询问时 沈小莹称自己并不认识夏冰青 只是在冉冬冬看来 沈小莹不会是突破 只是很好奇她的爱情观 毕竟冉冬冬自己的家庭也陷入了矛盾中 冉冬冬再次来到莲湖酒店放松 离开时却利用植物之笔 查了丈夫穆达夫两次订房时 是否真的叫了按摩服务 而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 穆达夫再次欺骗了自己 回家后冉冬冬直言不讳 只想从穆达夫嘴里听到真话 面对丈夫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 让冉冬冬想起了贝真的存在 在曾经与贝真的见面中 冉冬冬知道贝真是一个追求刺激的女作家 甚至很多作品都带有一定的颜色 而穆达夫和贝真之间的种种迹象 让多余的冉冬冬不得不怀疑 那么穆达夫是否真的与贝真有染呢 眼前的一男一女并不是夫妻 但是他们的另一半却关系暧昧 他们就想用这种方式进行报复 再得知自己再次被丈夫穆达夫欺骗 冉冬冬的直觉告诉自己 穆达夫已经有了外语 而那个人就是穆达夫一直联系的女作家贝真 贝真的很多作品 包括穆达夫给予的一些长篇大乱中 都有一些带有黄色的词语 让冉冬冬不得不猜测两人的关系 而穆达夫仿佛也烦透了冉冬冬的猜测 破罐子破摔地承认冉冬冬的想法 这一夜冉冬冬还是没有得到真相 第二天上班后 冉冬冬准备再次询问沈小龙 直接了当地质问沈小莹为什么说谎 沈小莹的答案是 是否认识夏冰青并不重要 自己只是不想滩浑水 既然被发现了 那么沈小莹也就没隐瞒什么 于是冉冬冬给沈小莹播放 自己询问吴文超的对话 得知夏冰青录了音 沈小莹是有一点诧异的 也补充了吴文超没有说的内容 在那次的对话中 夏冰青不仅要告徐山川 还威胁沈小莹 沈小莹称这次的威胁 徐山川并不知道 但冉冬冬却觉得 徐山川与沈小莹是交谈过 对于夏冰青口中的证据 沈小莹也无所谓 曾经的徐山川也是爱着自己 毕竟自己是学心理学的 徐山川是否有外遇瞒不住她 直到自己怀了自己第一个孩子时 徐山川才开始在外面采气飘飘 而为了维持家庭的稳定 沈小莹也开始放弃 只要徐山川不提出离婚 否则自己不会去挑战她的底线 而这次的询问也得知 吴文超有隐瞒 还没有有效的线索出现 沈小莹在离开的时候 冉冬冬主动提出送她一程 两人在车上又开始了另一番谈话 直接点出冉冬冬 怀疑穆达夫有外遇 即便冉冬冬不愿意承认 但学心理学的沈小莹 还是能看出软冬冬的异常 也道出了软冬冬的性格 特别敏感多疑 还有些自以为是 直言软冬冬在心里 方便出现问题 但软冬冬却认为 沈小莹虽然表现得不在乎 徐山川有外遇 其中一定有一个隐藏的秘密 等着她去发现 而回到家的软冬冬 继续发现细节 以此向穆达夫证明 她的外遇对象就是被真 这让穆达夫几乎崩 软冬冬却认为这是心虚 穆达夫只承认自己在放松后 做了不该做的事 但软冬冬却查出 穆达夫的两次开房 被真都在本室出差 穆达夫以怄气的口吻承认 软冬冬却只想知道真相 否则可以提出离婚 穆达夫和软冬冬都沉默 穆达夫隐瞒的到底是什么 软冬冬这样追求真相 又是否正确呢 两人都陷入了迷茫 然而到了第二天晚上 本已经回来的软冬冬 却接到一条陌生短信 约他到某酒店见面 到了这里的软冬冬 看到了对方 自我介绍后得知 对方是被真的丈夫红安格 只因穆达夫给被真发信息 告诉他软冬冬一直在怀疑他们 红安格便主动找软冬冬解释 坚定认为被真不会有外语 软冬冬却并不相信 开始谈论被真写的那些小说中 带有黄色的片 红安格称 那是以他们夫妻之间的事违背警细 的闪冬冬大胆地与红安格对质 其中的细节 红安格也按书上的内容沉默 还为穆达夫说话 但说着说着又改了口 承认自己也怀疑那真有外语 便提出到房间去谈 冬冬虽有犹豫却也跟着去 然而到了房间后的红安格 却以报复那二人为由 想要与冬冬冬发生一点什么 甚至开始了不断的小动 做直到冬冬提到孩子的时候 红安格才听他说 冬冬冬也看出 红安格并不符合被真小说中 他只是在帮着隐瞒真相 冬冬冬失望地离开 心里对穆达夫的看法更加坚定 回到家后 穆达夫却拿出冬冬一直在吃的药 即便冬冬不愿承认 但那药也是针对抗压焦虑的药物 也就是冬冬冬的精神状态 确实出现问题 而这对刑警来说是致命的 穆达夫建议冬冬冬 看一看专业的医生 和冬冬冬只承认吃药是为了遇 两人又一次不欢而散 不过却没有耽误冬冬冬思考案件 因为冬冬冬 从吴文超的询问中发现漏洞 得知吴文超也在说谎 于是对吴文超展开二次询问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当情人夏冰青提出分手的时候 徐山川却开始慌了 想用身体将夏冰青留在身边 但很快徐山川就知道夏冰青在戏耍自己 指引夏冰青要报复他 在第一次的审问中 吴文超声称 自己虽然知道夏冰青是别人的情人 但却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 可染东东在复盘时察觉到吴文超说谎 这次便将吴文超直接找来警局 惊艳老道的冉东东直接炸出吴文超说 吴文超又开始重新交代 承认夏冰青的录音中确实有危险 沈小明想要除掉徐山川也是事实 之所以隐瞒下来 是因为想要除掉徐山川这件事 夏冰青居然让吴文超来策划 并且自己也接下了这个项目 因为夏冰青是拿钱让自己策划 要求是要么徐山川娶了自己 要么就彻底除掉徐山川 虽然一开始自己拒绝过 但是经不住金钱的诱惑 可是听到夏冰青平静地说出 想要除掉徐山川的时候 吴文超还是很害怕的 随后夏冰青告诉吴文超 徐山川确实不止自己一个情人 甚至可以一天约上好几个女人 这让夏冰青非常不平衡 所以必须毁了徐山川才能有公道 于是吴文超为夏冰青出谋划策 准备在徐山川生日这一天 将徐山川约到莲湖酒店的三楼 在人烟稀少的一面阳台 借着亲密的机会将徐山川推下楼 虽然不足够让徐山川因此没命 但至少可以残疾 对徐山川来说将是巨大的打击 但夏冰青的确是可以和徐山川同归于尽 对于孤独的夏冰青来说 仿佛世间没有什么值得自己留恋 让吴文超帮自己策划 甚至和吴文超无话不谈 只是因为他与自己没有利益关系 自己不找一个人支持 很可能半路就放弃了 从那以后夏冰青也不再醉酒 话也越来越少 吴文超害怕担责任 便为夏冰青策划了一个诸心的方案 在徐山川生日的那一天 夏冰青将徐山川约到酒店 在徐山川以为夏冰青会如同往常一样 与自己到房间亲热的时候 夏冰青却与另一个男人眉目传情 甚至提出甩了自己 并与那个男人结婚的话 这让徐山川措手不及 在认出那个男人是一个身价不菲的球星时 徐山川产生了危机感 虽然想劝夏冰青想清楚一点 但看到夏冰青说删掉了自己的一切内容 徐山川的心里是慌的一批 即便徐山川承认自己曾经爱过夏冰青 夏冰青依然没有回心转意 当那个男人过来邀请夏冰青的时候 徐山川更加觉得无地自容 本想潇洒地给一个拥抱后就转身离开 但看到夏冰青毫不犹豫地转身 徐山川的心里仿如压了一块石头 尤其是在听到舞台上 夏冰青让人准备的一首歌 听着里面讽刺自己的歌词 徐山川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笑话 只能用打电话来掩饰内心的失落 而这一切都是吴文超的策划 让徐山川承受以下心灵上的折磨 事实上徐山川也确实性 在看到夏冰青真的将自己拉了黑名单 徐山川还是坐不住 夏冰青在与这些群演庆祝一番后 天亮回了出租屋的时候 看到了等了一夜的徐山川 不仅想要来一次最后的快乐 还会给自己一笔不菲的分手费 这让夏冰青心里非常不舒服 直接告诉徐山川自己在戏什么 是送给他的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 这一刻的徐山川心情更复杂 生气夏冰青的玩笑太过火 也生气自己仍然要被夏冰青纠缠 却也高兴夏冰青不会真的离开 而在这次以后 夏冰青来找吴文超的次数越来越少 虽然没有从吴文超这里得到有效的线 所但却让冉东东更加怀疑 徐山川不仅仅是被夏冰青一直纠缠 还可能知道夏冰青想要除掉自己 手中甚至有自己是强奸的证据 综合来看徐山川的动机最充足 但现在的每一个嫌疑人都有说谎 根本没有有力的证据或者线索 在冉风中等于没有线索的时候 布达夫还来给自己评论 自从发现冉东东在吃抗焦虑的药火 穆达夫一直让冉东东去看心理医生 否则就一直陪在冉东东身边 但冉东东却很抗拒看医生 终究没有扛过穆达夫的坚持 两人还是去看了心理医生 然而结果却出乎意料 但身为刑警的冉东东发现 以前忠诚的丈夫如今一再欺骗自己 其原因很可能是有了外遇 冉东东本能够拒绝穆达夫的亲热 被穆达夫缠得没办法 冉东东还是与穆达夫一起去看了心理医生 然而穆达夫得到的结果却是 冉东东的心理很健康 仅仅有一点自恋性和强迫性等 无关紧要的问题 但冉东东无休止地怀疑 让穆达夫坚信阮东东生了病 但心理医生却建议穆达夫做一次测试 穆达夫直接拒绝 却也认为阮东东可以掩饰 才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两人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 但阮东东更关注夏冰青的案子 于是徐山川在被请来 阮东东独自上阵审问 起初的徐山川还在坚称 在当时面试的时候 是夏冰青主动引诱自己 自己没有经受住诱惑 才让夏冰青做了自己的情人 至于后面夏冰青的纠缠戏弄自己 甚至找上沈小鸣 还言明要除掉自己的 对徐山川来说都没什么影响 对沈小鸣更是无关紧要 没必要狠心让夏冰青直接消失 即便自己真的与沈小鸣提过离婚 也不至于让沈小鸣舍弃一半家产 去冒杀人坐牢的风险 而从徐山川的言语中 阮东东发现 徐山川对夏冰青是真的有情的 他对夏冰青与其他情人是不同的 于是阮东东抓住这一开始让徐山川放下戒心 徐山川承认自己确实爱上了夏冰青 甚至与他有一个假婚礼 徐山川也坦言 夏冰青爱自己胜过自己 爱他 而这时徐山川对夏冰青的描述 与第一次询问是徐山川口里的夏冰青 几乎是天差地别的两个人 阮东东清晰地知道徐山川还在说谎 在徐山川心理防线受到冲击的时候 阮东东抓住时机 用夏冰青的遭遇下福下目 失去女儿的凄凉 夏冰青被害得凄惨斗 让徐山川对夏冰青产生了愧疚 终究让徐山川说出了实话 在当时的那场面试中 是他自己强劲了夏冰青 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事情 直至夏冰青被害死 徐山川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终于得到想要的结果 阮东东也松了一口气 他终于为那个悲惨的女孩挣了名 这样的进展 让阮东东有心情与穆达夫好好谈一谈 穆达夫想趁此机会让阮东东放下怀疑 穆达夫没有说实话 阮东东就不会让穆达夫碰自己 而阮东东的抗拒也让穆达夫很失败 两人都知道他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而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影响两人的工作 尤其是穆达夫 他的文学创作已经无法进行 即便自己在努力地求和 但得不到真相的冷东东 是过不去自己心里的那道坎的 甚至已经上升到 穆达夫到底还爱不爱自己 即便穆达夫嘴上说着爱自己 但阮东东却已经感受不到他的爱意 即便自己想与穆达夫化解矛盾 可被欺骗过的阮东东 已经产生无法磨灭的怀疑 曾经的他们是那样的爱着彼此 浓浓的爱意几乎可以化作实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之间的爱在一点点变化 阮东东想找到其中的原因 不过夏冰青被害的凶手也是要抓的 可第二上班的阮东东却得知 徐山川又翻供 毕竟强奸的事实并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 这让阮东东 然而徐山川的这次翻过 也让阮东东失去了继续调查案子的权力 阮东东的心情跌倒了谷底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 穆达夫也只能尽力地安抚他 但在家无事可做的阮东东 让一条破旧的内裤再次激发了敏感的神经 一个疑心太重 一个心里有苦 到底是谁不爱谁 已经成了两人心里的一根刺 阮东东也有了深思 对两人的婚姻进行了总结 从结婚到现在矛盾不断 两人度过了婚姻的三的阶段 又甜又黏的迷恋期 之后怀孕 再到孩子五岁 两人对彼此的爱都分给了孩子一大半 再也没有了曾经的甜 而从海主追到现在 两人之间的忠诚开始变质 阮东东开始发现穆达夫不再诚实 直到这次下冰青被害案的出现 让阮东东发现穆达夫更大的欺骗 而他自己也把爱情忘了 两人都知道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可是却没有有效的办法去解决 剩下的只能是争承 而这次穆达扑入了阮东东的愿 直接提 出了离婚 那么阮东东会同意吗 夏冰青的案子又该如何进场 两个都有各自家庭的人 在一起聊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话 却不想下一秒被男人的妻子撞见 这就很尴尬 在阮东东不断地怀疑下 穆达夫终究提出了离婚 而阮东东也在嘴上说着同意 可提出离婚的穆达夫 看起来更像是说气话 不过在穆达夫真的提出离婚的时候 阮东东更加怀疑穆达夫有外遇 两人就这样话敢话定下了离婚事项 但穆达夫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因为穆达夫清楚地知道 阮东东这段时间的反常 和夏冰青的案子迟迟不破有很大关系 如今更是失去了调查权 所以穆达夫提出可以离婚 但要在夏冰青案子 或或以后再离 希望阮东东能有时间考虑清楚 两人就这样草草定下了离婚 于是阮东东开始独自调查 而他的目标就是嫌疑最大的徐山川 只要有时间就钉烧徐山川 穆达夫担心阮东东的身体 也不得不来陪阮东东盯梢 但两人总是说着气话 一直不能心平气和地谈一谈 阮东东只能转移话题 如果是穆达夫会将一件非常私密的事 交给谁来做 穆达夫的首选是阮东东 而排除最亲近的人 那也会考虑身边的亲人 于是阮东东监听了徐山川身边人的电话 很快就发现了新线索 徐山川的司机徐海涛 也是徐山川的侄子 最近接到了经过变声器处理的电话 而通话内容是威胁徐海涛 只是电话的另一方还查不到 只能继续监听徐海涛而阮东东的这个发现 也让阮东东重新恢复了工作 很快徐海涛再次接到对方电话 约徐海涛到某酒店健身房见面 徐海涛的一举一动也都在监视范围内 然而对方却发现了警察的存在 徐海涛想跑已经晚了 在阮东东的突击询问下 徐海涛交代了自己的事 对方是被自己委托赌球的人 而且还是一个陌生人 只因为自己马上结婚 买房的钱还差一步 就跟着对方一起赌球 25万赌自己现金方式交给对方 却不想直接被阮东东抓到 徐海涛说的赌球信息确实存在 现金是徐山川借给徐海涛买婚房的 从200万中抽取了25万 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 从徐海涛的未婚妻曾小林这里得知 徐海涛并没有赌博的习惯 而且徐山川也不可能借钱给徐海涛 希望徐海涛能脚踏实地的工作 而曾小林也能证明 下冰清被害的当天 徐海涛在陪自己值班 而且徐海涛很讨厌徐山川这样花心 更讨厌徐山川的那些情人 认为他们就是爱徐山川的钱 所以叔子俩的关系并不是很亲近 但在询问曾小林对徐山川的看法时 说话和表情都有点一言难尽 冉东东和少天伟都看出了问题 只是并没有深究 但看得出来徐海涛是一个深情的人 不过徐海涛在说谎是事实 于是冉东东开始追踪给徐海涛打电话的人 很快就在监控中发现嫌疑人 也在酒店中发现了嫌疑人的嫌疑 在经过技术放大后 发现那个神秘人居然是吴文超 但此时吴文超已经跑路了 只在他的工作室发现一样的协议 可以断定此人就是吴文超 在发布了协查通报后 发现了吴文超的踪迹 冉东东带着少天伟开始四处追踪 然而此时的穆达夫却在与贝珍约会 贝珍已经与丈夫洪安格离婚 指引冉东东的话 让洪安德已陷入怀疑中 贝珍直接选择了离婚 而从穆达夫的话语中来看 穆达夫与贝珍的关系很正常 但贝珍的目的却不单纯 显然想与穆达夫坐实猜忌 让冉东东和洪安格如来院 但穆达夫直接拒绝了 虽然在与冉东东闹离婚 但穆达夫还是爱着冉东东的 然而此时寻找吴文超的冉东东嘛 不合时宜地发现了穆达夫和贝珍 穆达夫以为冉东东在跟踪自己 而贝珍话语间也带有敌意 少天伟站出来为冉东东证明 陈发现了吴文超踪迹 二人直接离去 穆达夫也知道自己误会 两人回家后又是一场重枪舌战 对即将破裂的婚姻无疑是雪上加霜 吵了一架的两人谁也睡不着 尤其是存在欺骗的穆达夫 他在想自己的两次开口 到底该不该和冉东东说实话 有夫之夫的穆达夫 居然背着妻子冉东东 在酒店约见一个陌生女人 然而就在女人敲响房门的那一刻 穆达夫后悔了 这一刻的他没有勇气背叛妻子 于是女人被穆达夫拒绝了 然而一个月之后 穆达夫再次约了这个女人 但这次却是女人退缩了 穆达夫回忆着自己的两次开房 虽然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但也确实是自己先犯了错 只因为没有形成实质性错误 穆达夫一直在隐瞒 甚至选择了欺骗 也没有告诉多姨的冉东东 即便因为自己的欺骗 两人的婚姻即将走到尽头 穆达夫依然没有说实话 只因他还爱着冉东东 并不放心冉东东的穆达夫 还是想和冉东东谈一谈 却发现阮东东居然割腕 虽然并没有流太多血 但也吓坏了穆达夫 可阮东东却说自己是在铁门 夏冰青因为徐山川而闹自杀 穆达夫觉得冉东东真的疯了 于是穆达夫带冉东东再看心理医生 然而结果与上一次一样 冉东东并不存在心理问题 可在穆达夫看来 冉东东是以自己的方式 还再次通过测试 没办法的穆达夫找到少天伟 希望少天伟能够多多关注冉东东 不要让冉东东再做傻事 但少天伟并不认为冉东东有问题 没办法的穆达夫只能告诉少天伟 前一晚冉东东割腕 少天伟不得不重视 起来在追踪吴文超的过程中 少天伟想知道冉东东为什么割腕 然而冉东东的手腕却不见任何伤口 显然穆达夫因为压力过大而出现幻觉 少天伟便将穆达夫拜托自己的事 都告诉了冉东东 而吴文超的行踪也有了线索 很可能已经离开本市 而他最有可能去找的人 就是他的妈妈黄秋莹 冉东东带人赶去黄秋莹家中 让黄秋莹配合自己联系吴文超 同时了解到了吴文超的原生家庭 在吴文超幼时个子并不高 但吴文超的父亲和母亲个子都很高 这让吴文超的父亲开始不停地怀疑 吴文超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与黄秋莹更是因为这样的怀疑吵架 吴文超都看在眼里 直到有一天黄秋莹看到一份亲子鉴定 是吴文超父亲偷偷做的 这让黄秋莹感受到了侮辱 并直接提出离婚 而两人这次的争吵也被吴文超听到 从此变得沉默寡言 尤其是在黄秋莹离婚后 这让冉东东开始深思 一旦自己与穆达夫离婚 那么孩子也将深受其害 如今的黄秋莹也很后悔 自己当初的意识冲动 让吴文超失去了被爱的资格 对于即将离婚的冉东东来说 黄秋莹的话是值得深思的 自己与穆达夫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与自己的猜忌有很大的关系 而离婚对孩子的伤害才是最大的 收到母亲短信的吴文超知道 警察已经找上了门 但她还是想要看一看十年未见的母亲 冉东东按吴文超的想法 给了她三天时间 在冉东东的监视之下 吴文超回了久违的家中 享受着与母亲和亲人最后的时光 但黄秋莹却想着帮吴文超逃跑 得到了母爱的回应 吴文超放下了心中最大的石头 并没有选择逃跑 而黄秋莹也顶着巨大的愧疚 准备让吴文超投案自首 同样作为母亲的懒冬东 很能理解黄秋莹的心思 在经过一番安慰开导后 吴文超的父亲将吴文超送 而这次吴文超的投案自首 也得到了父亲的肯定 只是看着吴文超被带走 冉东东却担心其女儿的安全 生怕女儿会得知父母离婚要做啥事 穆达夫照看好你 被带回来的吴文超终于说实话 自己找上徐海涛要钱 是因为自己为徐海涛策划 如何让夏宾卿不再骚扰徐山川 看到吴文超的证词 徐海涛也只能交代 自己曾带着50万现金 找上吴文超做策划 在收了一半的定金后 吴文超答应了徐海涛 徐海涛声称自己言明 不要使用暴露 而且这件事也不是徐山川之事 是自己看不惯夏宾卿的一再纠缠 在徐山川借给自己买婚房的钱中 拿出50万帮徐山川解决麻烦 徐山川并不知情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 眼前这对男女正在和解 是否要移民到国外 然而他们并不是情侣关系 而且夏宾卿还是大老板的情谊 黎明也只是一个圈套 因为看到夏宾卿一直纠缠徐山川 徐海涛便拿钱让吴文超策划 帮徐山川摆脱夏宾卿 如今夏宾卿被害 所以吴文超才威胁徐海涛 向剩余的25万为款给自己 却不想直接导致两人落网 为了让徐海涛痛快地交出围栏 吴文超便称是自己除掉的夏宾卿 然而夏宾卿并不是自己除掉的 自己也是害怕才要抢跑 而且徐海涛当时也交代了 除了杀掉夏宾卿以外 其他任何方法都可以 可吴文超却觉得这是反应啊 只是自己没有那个胆量杀人 于是想起了自己的同学的无情 是专门扮演一对一个人 尤其是那些有钱人的情人 于是吴文超找到刘卿 想为夏宾卿拜一名 酬劳是十万块 刘卿直接答应吴文超 两人做戏让夏宾卿关注上一名 吴文超在旁敲射击 很快夏宾卿就找上刘卿准备一名 前后折腾了近两个月才敲顶 看到夏宾卿真的准备一名 吴文超还是很不舍 但为了钱也不得不这样 可是敲顶以后很久夏宾卿都没有主 而且还变本加厉地向徐山川要钱 这让徐很好着急 吴文超只能再找上刘 刘卿却告诉吴文超 最快也要两个月以后才能走 但是夏宾卿很可能已经移情别恋 因为夏宾卿对刘卿皮肤 想带着刘卿一起 只是自己并不愿意出国 便拒绝了夏宾卿 但自己也在与夏宾卿约会 如果让夏宾卿爱上自己 自然就让徐生川解放刘卿 还称夏宾卿与自己已经有肌肤之亲 这让吴文超哭笑起来 交代刘卿继续 然后带着夏宾卿去一个如诗如画 谁也找不到你 一定要让夏宾卿幸福 不能太痛 刘卿也保护一个愿望 能给吴文超一个惊喜 一定能解决麻烦 吴文超便将剩余的五万元 都交给了刘卿春 的撒手 吴文超也没有明确交代过刘卿 是否要使用号 但却说过想让夏宾卿彻底消失 所以在吴文超看来 刘卿的嫌疑更大 尤其是在案发后 自己已经联系不上刘卿了 于是冉东东再次锁定刘卿 但刘卿卿已经失去踪迹 在经过多方排查后发现 刘卿的前女友补志兰 很可能就是刘卿的投靠对象 于是冉东东等人 驱车来到补志兰的茶园 看到这里的朴实美景 让冉东东有了旅游的冲动 那样或许自己与穆达夫之间 也不会闹到离婚的地步 而穆达夫也从这里学到了绵羊 放弃山下郁郁葱葱的草原 却好奇山顶可能有更好的青草 耗费所有力气爬上山顶 却什么都没有 仿佛就是穆达夫的写着 在厌弃了枯燥的婚姻时 想要寻找激情的穆达夫 就像那个绵羊 而此时的冉东东 也找上了胡志兰 刘卿也确实躲在这里 刘卿承认自己给夏冰卿办了移民 而且所有手续都齐全了 只要夏冰卿交上钱就能走 但夏冰卿迟迟没有交钱 在刘卿看来 夏冰卿的目的 应该是借着移民向徐山川要钱 直到夏冰卿直接反悔 而自己告诉吴文超 夏冰卿会与自己私奔 也是怕吴文超要回拉十万筹金 才对吴文超说了谎 而也正是因为夏冰卿的防火 答应的事没办成 而前女友补志兰又联系了自己 刘卿便丢掉了所有的社交软件 独自来找了古志兰 从刘卿的交代中 古志兰与刘卿是大学童 学间情侣大学毕业时 补志兰却突然消失 刘卿便再也没有找到她 直到半年前 补志兰突然联系自己 声称自己当时患上了抑郁症 才突然消失去寺庙出了家 如今痊愈了才找到刘卿 因为还爱着古志兰 刘卿才趁此机会投奔了古志兰 并且将自己全部的十八万积蓄 都投入到了古志兰的小茶园 其中十万便是吴文超的酬劳 看到刘卿全心全意相信古志兰 阮东东再次联想自己的婚姻 不顾后果的追求真相是对是错 不过阮东东知道 胡志兰很可能骗了刘卿 而其中也确实大有勇气 就这样这个女人以助理的名义 成为了一个大学教授的地下情人 然而现实却是做了三年情人 胡志兰也没有 反而等来了分手 心灰意冷的他选择了出嫁 而胡志兰描述的大学教授 让阮东东越听越像布达夫 胡志兰却说 那的教授幸运将心放回肚子里的人 听着胡志兰继续说 在寺庙待了不到一个月 胡志兰一直在想前男友刘卿 想起刘卿对自己的好 还尝试着联系了刘卿 而刘卿还是爱着自己 胡志兰便想好好留住刘卿 而根据胡志兰的原因 来到这里的刘卿不再玩手机 只用米志兰的手机偶尔看看行为 其他异常情况并不多 虽然看得出来刘卿有所隐瞒 但阮东东并没有追得太久 准备从胡志兰追了下去 所以加了胡志兰的联系方式 便将刘卿放走 而此时另一边的穆达夫 却又在与贝珍约会 这次贝珍的意图更加明显 就是要和穆达夫在一起 因为贝珍在一次与好友的聚会时 与一个男人在黑夜中发生了关系 贝珍一直认为这个人是穆达夫 这次贝珍也直接向穆达夫荒原 但却不想穆达夫直接否定 称那个人并不是自己 虽然贝珍在自己的文章中 将这件事描写回来了 穆达夫也认为贝珍的无拘束 但那个人却不是自己 这让贝珍大受大欺 两个人因此而闹了不小的矛盾 而冉冬冬这里也陷入不同 案件没有任何进展 这让冉冬冬再次焦虑 被局长勒令回家休息 但回到家的冉冬冬消停 提出与穆达夫出去 穆达夫直接开始收拾行李 结果第二天已经可以出发的时候 冉冬冬又回去了 只因前一晚收拾衣服时 在冉冬冬询问某件衣服是否好看时 穆达夫看也没看的就说好看 而曾经在忙的时候 穆达夫并不觉得好看 这让阮冬冬觉得穆达夫感动了自己 让阮冬冬再次决定穆达夫的欺负 穆达夫也被阮冬冬的反复无常 折磨得快要喘不过气 便带着阮冬冬再次找到信仰时 两个人都认为对方的神经太难 甚至已经到了要靠离婚来解决 心理医生给两人做了测试 在经过了这样的新闻测试后 很明显阮冬冬对穆达夫的信任大打折扣 反而穆达夫十分信任阮冬冬冬 阮冬冬冬也意识到了问题 对于阮冬冬来说 在发现穆达夫骗过自己后 便将丈夫转变成了嫌疑人 任何一点小小的细节都会被放大 导致如今不得不离婚 阮冬冬冬也深知问题的情谊 但穆达夫的欺骗在他这里真的过不去 无论现在的穆达夫怎样向阮冬冬示好 如何努力地想要挽回阮冬冬的心 阮冬冬都看不顺眼 仿佛无论穆达夫怎么做都是错的 将穆达夫折磨得没有了退路 更多的是担心阮冬冬的身体 让穆达夫不得不退回 尤其是阮冬冬总是提及被真 折磨的穆达夫都想要真的与被真发生点什么 都已经将被真约了出来 就差直接上床了 可穆达夫终究还是止步了 不想同时伤害两个人 穆达夫清楚地知道阮冬冬还爱自己 若因为一时赌气找上被真 那对被真也不公平 但被真却认为穆达夫的视而不见 伤害更大 回去后的穆达夫还是与阮冬冬离了婚 拿了离婚证的穆达夫 留下了不舍的泪水 而阮冬冬以后 想要责怪穆达夫没有坚持不离婚 可嘴上责怪穆达夫 实则心里是在责怪自己 两人在车里又吵了一架 仿佛在宣泄着这段时间所有的不满 不过穆达夫看起来比阮冬冬更加不舍 所以离婚对穆达夫影响更大 尤其是在见到贝真与另一个男人约会 贝真还带着对方前来炫耀 而这个男人就是古智兰提到的杜教授 在贝真介绍到杜教授 一直用穆达夫的文章给学生做讲解时 穆达夫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言语上对杜教授颇为讽刺 更是直接将杜教授气跑 这让贝真非常生气 穆达夫也非常懊恼自己的冲动 而冉冬冬却全身心投入夏冰青案件中 并且很快就有了新线索 作为情人的夏冰青 能够这样大张旗鼓地找上门 也是让徐山川愤怒到了极点 这一刻的徐山川只想让夏冰青消失 而作为他的司机兼侄子 薛海涛来负责处理这件事 于是他找到了离夏冰青走得很近的吴文超 吴文超又找到了卖一名的同学刘青 而到了刘青这里线索不断 可在冉冬冬带人离开后 刘青却再也无法保持平静 看在眼里的古智兰知道 刘青一定隐瞒了一些事实 于是古智兰偷偷联系了阮东 阮东东在救人再次来到了武智郎的柴米 在刘青想要灌醉阮东东来逃避的时候 阮东东也想借着酒精 想让刘青说出实话 为了让刘青能够不继续做下去 胡智兰也在一旁帮腔 但东东知道刘青的本质并不高 他的内心十分煎熬 而如今古智兰有了他的孩子 更是让刘青不知所措 心里有鬼的人终有一天会崩溃 而刘青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 为了让刘青彻底放开 古智兰在阮东东的鼓励下 给刘青下了门了 带上厨房的工具找上了刘青 希望刘青能够交代事实 要对得起自己 这样自己和孩子才能心安理 得一起在家等着刘青归来 否则真的怕将来孩子会遭报应 还不如趁早回到这个海 看到亮出东西的人知道 刘青知道他没有开玩笑 看着深爱的女人出卖自己 刘青的心情复杂极了 而他也不舍爱人和孩子出事 于是刘青找上阮东东 而在武之兰与刘青对峙的时候 阮东东却迎来一位意外的客户 不放心他的穆达夫悄悄奔来 再看到刘青拿着菜刀来找阮东东 穆达夫第一时间将阮东东挡在身后 阮东东将穆达夫推到身后 让紧张的刘青放下了态度 穆达夫直接将工具替补 而穆达夫的这些行为 也让阮东东的心有所不容 刘青也交代了自己女儿的事实 刘青确实不是凶手 但在夏冰青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时候 在窗外出现一名兵 在向刘青借火的时候 看到了漂亮的夏冰青 于是经常找刘青靠近 还拿出自己的尸体刘青青 而就在刘青准备鼓励 王朝收拾东西去找朴志昂的时候 这名工人再次找上刘青告别 这里的活已经干完了 准备换一个地方 名为依春阳的工人 还给了刘青自己的联系方式 这时刘青突然想起 因为夏冰青突然反悔一名 吴文超交代自己的事半杂 怕吴文超要回酬劳 只能躲出去 那么眼前的一春阳 是否可以帮忙 于是刘青将夏冰青的照片 交给一春阳 让他想办法 不乱向刘青去纠缠别人 一春阳声称自己犯法 于是刘青给了一春阳一万报应 就将这件事交给了一春阳 而刘青则一走了之 不管刘青没有想到 有人会因为一万块 而去犯下这样的凶案 但他的行为也确实有罪 刘青与补志兰做了最后的告白 补志兰承诺 会带着孩子等他回来 阮东东带回了本事 在经过了多方搜寻后 终于在海上找到了捕鱼的一春阳 一春阳直接承认是自己型的凶 在刘青走后 一春阳就开始跟踪夏冰青 发现夏冰青经常去瀑布那里发呆 还有想要跳下去的冲动 只是最后都止不住 直到那一天一春阳突然出现 在夏冰青目瞪口呆的情况下 一春阳念出了那首诗 在夏冰青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一锤子将夏冰青敲入水中 随后用救生圈将尸体带入江中 虽然刘青没有说要除掉夏冰青 但一春阳自认为就是那个意思 而之所以切下夏冰青的手 是因为他喜欢上了一个无手女孩 而这也是他动手的原因 他想将这只漂亮的手 送给自己喜欢的女孩 那只手就会埋在那个女孩的身边 只是这个女孩一直不知道 而至此这个案件终于告破 但阮东东却不想放弃 想为夏冰青证明 在来看父母的时候得到提示 父母用的手机几乎都是儿女用的 于是阮东东直接冲到夏父夏母家 夏母用的正是夏冰青曾经用过的手机 那这里的内容会不会让阮东东失望 这份录音的出现 足以帮一个被害的女孩证明 证明她是在被迫的情况下 才成为了大老板徐山川的亲友 在父母这里回到寝室的阮东东 急匆匆地赶到夏父夏母家 拿出了夏冰青曾用过的手机 里面的录音证据可以让三人喜记而泣 正是当时在车上 夏冰青诱导徐山川 承认自己是被她强奸的证据 这个证据足以让徐山川担上罪名 同时也让徐山川有了杀人动机 而突破口就在徐海涛身上 而徐海涛的突破口 就是她的未婚妻封锁 经过抽丝剥茧的排查 染东东很快就发现 曾晓菱也曾与徐山川发生关系 而且还是在曾晓菱 虚寒涛定 只是根据曾晓菱的说明 徐山川并不知道曾晓菱是徐海涛的未婚妻 事后曾晓菱坦白后 徐山川也很愤怒便也不再找曾晓菱 但得知这件事的徐海涛却彻底崩溃 不愿相信自己包庇的叔叔 会与自己的未婚妻关系不正常 于是更改了自己的口部 称不是自己私自为徐海涛解决麻烦 而是徐山川主动要求 那是在徐山川的 沈晓菱在家过生日的那一天 几口人正准备切蛋糕时 夏冰青找上门来大吵大闹 不仅让徐山川颜面屏蔽 还让沈晓菱不要装戏 徐山川直接让徐海涛赶走夏冰青 但夏冰青 却扬言不会让徐山川过安生日子 而回来后的徐山川 面对的就是沈晓龙的一巴掌 还有极具讽刺的情况 当徐山川在掌上夏冰青时 正是夏冰青反悔黎民的时候 北移民的资金已经给了夏冰青 夏冰青的贪图一面 让徐山川脑子一杀 甚至还想要徐山川离婚 跟他一起移民到国外 徐山川已经等死了 夏冰青想用手中的证据威胁徐山川 徐山川以为是当时强奸的证据 根本不与人意 毕竟时间已经很久了 自己的人也不是吃醋 然而夏冰青手中的证据却不存 徐山川中了慌 于是在车上暗示虚伪 让夏冰青直接消失 而那购买婚房的两百万 就是给徐海涛的报酬 而这些对话内容都被记录了下 但是在徐海涛的交代中 徐山川并没有直言是否要除掉夏冰青 只表明了要让夏冰青消失 不要让他再来纠缠自己 而在徐山川的车中取证的时候 很快就发现了存储卡的存在 然而冰冰冰并没有发现隐蔽证据 不过却在上面发现了沈小明的指纹 冰冰冰四下约了沈小明 冰冰冰一直都这么沈小明 并没有表面那样佛系 任由徐山川在外面弹起钞票 也不怕徐山川跟自己离婚 因为他手中有徐山川的把柄 徐山川在车上所有的对话 沈小英都一清二楚 只是不会轻易地交出来 但冰冰知道沈小英也有外语 虽然徐山川也知道这件事 但是却并不知道女儿不是自己亲生的 而是沈小英与那个男人的孩子 这无疑踩到了沈小明的触角 不得不将自己手中的录音 交给了阮冬冬 面对这些证据 徐山川已经无话可说了 夏冰青被害案终于水落石出 所有相关人员皆被依法判了刑 没有压力的阮冬冬 本想与邵天伟庆祝一番 却不想得到了邵天伟暗事般的表白 此时的阮冬冬深知自己想要红夏冰青 案件中冉冬冬也知道 在婚姻中一味地追求真相 无论是好是坏 最终的结果都是婚姻走到终结 而穆达夫对自己的爱是不容忽视 而穆达夫也清楚地发现 自己与贝珍并不是一路人 自己曾经为了追求刺激而准备做的事 最终也导致了婚姻的结束 都想开了那两年 在经过了三个月的冷静后 还是选择了陪伴彼此 让婚姻与幸福继续延续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